大家好,我是猫不是,今天我们来讲吃 从食物中获取能量是生物的本能 对于人类来说,一日三餐逼不可少 尤其是像猫不是这样的吃货,少一顿都不行 但一个人再能吃,一次也不可能吃下超过自身体重的食物 即使是大为王,也做不到 如果真有这样的奇人,请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同样是吃,有些生物可就太厉害了 今天猫不是要讲的这三个史之如鸣的生物 堪称吃货界的扛把子 第一个要出场的是能把自己吃成球的蜜冠蚁 蜜冠蚁生活在北美、非洲等干旱的荒漠地区 在这种环境恶劣的条件下 想要生存,就必须要学会点绝招 而蜜冠蚁的绝招就是吃 至于能吃多少,这就得说说蚁群的规则 所有蚂蚁都过着社会性群体生活 简单来说,一个蚁群就是一个小社会 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负责繁衍的蚁后 几乎所有的蚂蚁都在为蚁后服务 蜜冠蚁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想要成为蜜冠蚁 需要经过层层选拔 最终只有工艺中体格最大的才能成为蜜冠蚁 至于原因嘛,体格大吃得多呗 没错,蜜冠蚁的职责就是吃 每当遇到水源,植物,花蜜等 蜜冠蚁就会趴在上面,卯足了地儿的稀食 直到把肚子吃成葡萄粒大小的球 听到这儿,估计有人会想 难怪蜜冠蚁要层层悬拔 这福利待遇也太好了吧 上班就是吃,谁不想干啊 作为吃货的猫博士就不想干 因为蜜冠蚁实在太惨了 由于环境恶力,食物来之不易 每次蜜冠蚁都会尽可能地多吃掉它们 甚至有的蜜冠蚁直到把身体吃到爆为止 原来只有几毫米大小的蜜冠蚁 进食完身体会增大数百,无法行动 此时的蜜冠蚁就彻底失去自由 被当作粮仓倒掉在乙穴内,终身囚禁于此 所以,你还羡慕这份工作吗 吃完吃成球的蜜冠蚁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生物 能吃虾皮自己重18倍的食物 它就是鱼肉收割机 芒曼 芒曼生活在深海,外形四车 最大能长到1.2米 最小的只有几厘米 身体极为灵活,但眼神特别差 属于半米开外,人畜不分 好在它是雌雄同体,不用去老婆 所以对芒曼来说,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而且食量惊人 一般芒曼会吃死鱼或者将死之鱼 也会吃些蠕虫 光这些 每小时吞进的食物就相当于它体重的两倍 但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了 只要是碰那条大鱼 芒曼岂能放过 为了吃 芒曼的嘴巴进化的更为变态 由于没有上下喝 嘴巴就像个天然吸盘 而且长满角质时 一旦有大鱼被它吸上 比胶水粘的都要牢靠 甩都甩不掉 之后芒曼会通过鱼塞钻进大鱼体内 这时的芒曼便会开启一场滔替盛宴 大肆吞食大鱼的内脏和肌肉 边吃边拉 足足在大鱼体内待上7个小时 直到把一整条鱼吃得只剩下一副皮囊和骨架 最后吃虾的鱼肉比自身体重还重18倍 这么能吃的芒曼 你怕了吧 最后要讲的这个生物 漫威英雄都不敢这么携 它就是黑茶齿鱼 黑茶齿鱼生活在2700多米的海底 分布范围遍布全球热带 亚热带海域 最大体长仅为25厘米 就这么小的鱼 你绝对想象不到 它能吃下比自身体长长4倍 体重重10倍的鱼类 这就好比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 一次吃下350多个大汉堡 吞下近20米长的物体 咱先不考虑它能不能吃 即使它能吃这么多 那这些东西也远远超过身体的承受能力 黑茶齿鱼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黑茶齿鱼特殊的生存环境和身体结构 由于深海生命和食物匮乏 当有猎物出现时 管它大鱼小虾 黑茶齿鱼都必须一口吞下 否则就只能够肚子 黑茶齿鱼的嘴巴很大 张有一排锋利的牙齿 并且下颗可以像铰链般与上颅骨连接 捕食大型猎物时 下颗甚至可以像蟒蛇一样 暂时脱离 瞬间使嘴巴容积扩大数倍 之后吞下的猎物会进入到它那极富延展性的位 黑茶齿鱼拥有这么强大的吞食能力 那它不是无敌了吗 其实并不是 每当黑茶齿鱼吞食大型猎物时 就伴随着随时丢掉生命的危险 因为当吞下的猎物太大时 没被完全消化的食物 残留在胃中产生大量气体 受到腐力和压强差的影响 原本处于深海的黑茶齿鱼 会飘上水面 承受不了水压的变化 而死亡 你还知道哪些贪吃的生物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 记得点赞留言关注哦 我是猫博士 下期接着讲神奇有趣的动物 敬请关注